過去就曾經爆發好幾次的衝突的事件 甚至後來演變成了冷兵器護毆的局面 那麼印度海軍最近是派了三艘的軍艦 預計會部署到南海地區 來協助菲律賓對抗中國 那印度導彈驅逐艦德里號 還有這個沙克蒂號 以及反潛輕型的護衛艦 三艘是在六號已經抵達了新加坡的 張宜海軍基地 要進行為期三天的訪問 那印度時報表示說 因為面對了中國海軍的間諜船 在印度洋出沒 那麼印度是已經藉由定期的 跟新加坡 越南 印尼 還有菲律賓等東協國家聯合軍演 做軍事的交流 還有這個訓練的計畫 強化彼此的國防的合作 那麼中國在這個環印度洋地區的 海軍活動以及幫助巴基斯坦 強化海軍實力的運行 現在是引起了這個印度高度的關注 那麼印度海軍軍艦是在九號 從這個新加坡出發前往馬來西亞進行訪問 並且在之後會造訪菲律賓 楊明怎麼看印度的這些動作 這個很簡單 叫做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就是中國大陸現在跟誰吵架 我就跟他做朋友 對 我就找誰嘛 那反正本來我們有一個這個所謂的 這個東協的這個機制 他們做了這樣的軍事演習 那當然這個後面絕對是美國 在推波助瀾 那去做這種所謂的區域整合 那美國我覺得孟神 如果今天用這個過去古代的這個 一個三國演義裡面的故事 美國想要促成那個叫反董卓聯盟 就是把中國大陸弄成一個 你看現在整個全世界混亂 就是他們在搞的 要反俄羅斯 要反這個中國 就是他在抗中這個邏輯 就是說我集結各地的諸侯 一起來對抗 他那個印太戰略 某種程度上有這個氛圍 但是反董卓聯盟最後有成功嗎 沒有 為什麼 為什麼失敗 為什麼 因為每個諸侯想的是自己的利益 所以現在各國想的都是自己的利益 對 我說這個才是問題 就像剛剛這個顏老師講的 那個你一個一個去拉群 比如說印度跟菲律賓可以談 印度去跟別國不一定 美國去找印度 印度說你來找我幹嘛 不一定 他們可能說這個我可以 到南海這邊我可以 但是你要我到太平洋去 不好意思我這個等等 比如說德國2022年 他也去參加環太平洋這個聯合軍演 那那個時候這個老共有跳起來 有去封殺德國 對不對 所以關鍵在於說 如果他選擇走 他有過這樣的經驗 他不是第一次 那其實我覺得還要看一個東西 現在習近平到了歐洲去 他拋出的訊息叫做 奧運期間全球停戰 而環太平洋聯合軍演 就在那個時間點 他沒有停 因為奧運是七月二十六到八月十一 那環太平洋這個軍演 很有可能是在這個期間 我覺得夢想住中國大陸 拋出一個期 我是和平的倡議者 對 而美國在搞區域對抗 美國在搞軍事的對抗 那我覺得夢想住上這個 這個一定有一個所謂的策略 我們那個中國古代講一個叫做 忍者無敵 你主張仁愛你就不會有敵人 我覺得夢想住習近平 他也許誤道了這一塊 當他主導是和平這個路線 倡議大家都停啊 我們都不要打了 因為奧運象徵是什麼 本來就是一個全球用運動競賽 取代戰爭的一個精神 所以我覺得這個去兩相對比 那美國現在搞這種 這個遍地烽火 到時候最後到底能不能把這個聯盟 成立出來這個所謂的什麼印太架構 框架聯盟到底能有幾分熟 我覺得都還在觀察 好 我們看到現在剛剛有提到說 這個印度 但是這個馬斯克本來是要去印度的 但臨時他突然的決定 他要訪的國家換了 換到了去中國 見到了這個李強 我們看到這個特斯拉CEO 馬斯克本來他最近是要去印度 要去訪問的 但是他最後一刻取消了 跟印度總理莫迪會晤的計畫 他反而去了中國 那原地跟莫迪還有其他的印度高級的官員 舉行的會顧 曾經受到廣泛的期待 而且當地還做了很大的宣傳 那馬特斯拉本來是預計的 要宣布在印度投資二十到三十億美元 要進入一個電動汽車的工廠 提供了有關這個新鏈的最新的信息 但是最後馬斯克是以特斯拉事務非常的繁重 所以他推著的印度之行 我請教一下顏老師 這對莫迪來說 對印度人來說真的是情何以堪 我覺得最近很多人都在講 包括在台灣一些比較反中的都在講說 大陸的這一套體系就叫養套殺 就是讓你來 然後把你這個技術拿走了 然後到最後把你一腳踢開了 那為什麼這些企業還去 那我覺得馬斯克看到的就是說 今天大陸的市場 它的購買力以現在的程度來講 遠遠超過印度 我今天在這裡 我現在進來 我還有一批 還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機會 可以賺一些錢 對 那我現在到印度 可能不會被馬上學到什麼東西 但是也不構成我任何的 我們叫profit利益 這個收益可能也不會馬上見到 所以他寧可現在有可能冒著這個被 未來被這個技術整個被轉移到 大陸都學會了它的自動駕駛技術等等 但是在那個之前他也賺夠了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這些大企業看的 就是要做比較嘛 就是說雖然在印度 我可能不會那麼快 但是對不起 等於我要回收 我那些所有的力 可能沒有那麼快 馬斯克的算盤也是打得很輕 算一算 還是先去中國再說 因為我自己感覺上我去 就是說我們同樣 大家都是這個學者 大學的對岸的學者 很熟的 以前開的車比我們破 現在開的車比我們好 那就表示說他們的購買力 確實是比我們現在都要強了 那這個市場 我相信馬斯克眼睛不會瞎掉了 他一定看到就是說有些東西我合作 我現在真的還是可以賺的 好 我今天想問一下陽明 是不是馬斯克就決定要放棄印度人呢 因為他現在還派了這個特斯拉的救火隊長 朱曉彤前往中國 你怎麼看 我想第一個就是中國大陸現在這個電動智慧車產業 已經如火如荼都發展起來了 那馬斯克當然有一個很重要 他也要瞭解說 我們特斯拉的優勢還有多久 對 就是說特斯拉當然他因為起不早 但是他很快地面臨到所謂的價格競爭的壓力 尤其是中國大陸現在那個你看像這個前一段時間 這個馬前總統到中國大陸訪問的時候 也去看了他們這種所謂電動車產業 那甚至比如說他這個原地迴轉的這個技術 馬前總統還說有這個必要嗎 其實很多人覺得這個功能蠻厲害的 所以我說當今天尤其像中國大陸 他們居然不是傳統汽車商 都變成是叫做什麼 你手機商 就所謂的3C產業進軍 這個電動車的這個市場的時候 那他們把整個電動車 智慧車的產業變成了叫做3C 以後人家買車不是像 不是像以前我們買一台汽車 而是買一種叫做家庭 或者說家電生活的那種夥伴 所以這個當然特斯拉是這個 所謂電動車產業裡面的一個 某種程度過去是世界的龍頭 可是在中國的這個所謂引頭感上 這個浪潮裡面 我覺得馬斯克他不能小看 包括他的定價策略 包括他的一些 他都不可能去放棄掉中國大陸 為什麼 當這個地方變成是最先進的科技 開始集中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他絕對不可能放棄的 那當然馬斯克 有時候你不得不說 因為他夠狂 他的投資的這些策略 你很難想像 有人用天才來形容他 但是當他今天碰到這個困境 我覺得值得觀察就是 他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讓特斯拉這個叫做 這個王者再起 我覺得這個倒是很好看的一個商業的 這個競爭的一個故事 所以他其實想的是未來 是不是還有一些其他傷心 甚至搞不好他下一步就是直接講 我們要開始往火星移動了 會不會他再往下一個世代去跳 所以我們都拭目以待 開闢另外一個新的戰場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異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請看 特別確認 我們有什麼比較好 內置 的策異 我們需要用戰略尼